火灾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具有杀伤力的灾难 近年来,在中国就出现了很多大型的火灾 这些火灾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这些损失中,最令人惋惜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们的生命 就最近发生的火灾中,中国有很多的消防员为此丧失了生命 因此消防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植物 可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消防员又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为了解决消防员这种植物的危险系数,中国研发了一款消防机器人 这种机器人具备一定的防暴、消防灭火、侦察等功能 这种机器人主要是以履带载体来进行移动的 外形特别的像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挖掘机 只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这种消防机上面安装的有消防炮 以及红外线、热像仪和360度旋转的摄像机、遥控装置等 其中360度旋转的摄像头能够很好地把火情的状况传给消防员 这样有利于他们对火势的掌握,并进行扑面时做出更好的方法 因为有遥控装置的结构,所以当发生火灾的时候 人们可以站在远处来操控这种机器人,由于机器人的机身非常的小 所以能够进到很多的地方去进行灭火 除此之外,这种机器人能够躲避一些障碍物 所以当火是很大时的建筑物倒塌挡住去路时 这种机器人也能够很好地通过 从这种机器人的速度上来说,因为它采用的是比较宽的移动铝带 因此它的最高速度在15000米每小时 这样的速度有利于机器人进行快速救援,也能够提高它的工作效率 最令人惊讶的是,机器人还能够进行爬坡 面对楼梯这种高楼台阶,它也能够轻易地通过 不仅如此,机器人的背后还搭着有一个消防炮 这种消防炮的最大射程距离在110米左右 这种消防炮它喷射出的水流是可以进行切换的 面对不同的伙势,它还可以转换成物化或者是直流状态 这款机器人已经投入到了实战演练中 在演练过程中取得了成绩也是非常优异的 所以它的出现也被很多国家看重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机器人会逐渐地取代消防员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无畏的牺牲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